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批丧尸 从此 世界陷入混乱之中 长达二十年 画面一转 阿彩在屋内清洗身体 没想到 一只丧尸突破妹妹阿笑的防线闯了进来 他当机了一段 把他分成两半 但丧尸依然在顽强挣扎 下半身更是缓慢向他走过去 阿彩一刀劈烂丧尸头 又把他的下半身再次劈成两半 阿笑正在楼外奋战 丧尸如果不能一击必杀 就会不依不饶地扑上来 他与几只丧尸缠斗着 不小心 被集中一直拖住 刀脱手飞了出去 而丧尸们已经越过刀 朝他走了过来 没了武器的笑只能步步后退 还好阿彩换好衣服出来找妹妹 他捡起刀吹了声口哨 吸引一回丧尸们的注意 才把刀朝着对面扔过去 刀刃划过丧尸 片片雪花飘洒 阿彩接住刀还给了妹妹 姐妹俩一起并肩作战 这时 一只丧尸被打了出来 墙后走出一个名叫美沙里的女人 他恶狠狠地拿头撞击着丧尸 用双手把她抠下 等尸体倒了下去 美沙里也盯盯地看着姐妹俩跟着晕倒过去 阿彩等人将她救了下来 找了个地方安营扎寨 晚上 重伤的美沙里才醒来 没想到 他既然认识姐妹俩 又告诉他们 卑妹须率领的组织正在找他们 而他受姐妹俩父母之托 也在寻找他们 说着 他还给阿笑扔去一条项链 里面是一家几口的照片 而组织之所以抓他们 就是因为三人身上都留有寄血 美沙里的话让阿彩想起年幼时 父亲交给他两把刀 让他保护好妹妹 随后 父母一起被组织的黑衣人抓走 渴望报仇的他同意了美沙里的建议 一起去杀掉卑妹须 阿笑也同意了 三人便结伴出发 去捣毁卑妹须组织 晚上休息时 失眠的阿笑呆呆地看着项链 美沙里偷偷来找他 竟然告诉他一个能见到死去父母的方法 这个办法 阿彩一定不会同意 但阿笑思考良久 渴望重新见到父母的他还是答应了 天亮后 三人便继续上路 路上阿彩发现 妹妹心不在焉 却被糊弄过去 另一边 村庄内一群人正在紧张练习着 随时准备应对丧尸 而老朋友丽子就是这里所有人的老大 这些孩子都是他收留的 他擦干净枪 便打算出去寻找食物 临走前交代响亮照顾好大家 随时警惕丧尸的突袭 男人爽快地答应了 阿彩三人也来到村庄附近 却发现这里安静得过分 美沙里连忙讲解 厉害的丧尸都围在卑妹须身边保护 如果他在这里 那群低级没脑子的丧尸们都不敢在这捣乱 因此 卑妹须可能就在前方 怕有大战发生 阿彩掀开斗篷 三人进了村庄 看见女孩小慧正在用木棍拨弄着死去的蝴蝶 完全没有大反派的模样 阿彩完全不敢相信他就是害了全世界的人 但美沙里却十分肯定 三人拔出武器 美沙里率先举着刀冲上去 却被女孩一棍子打倒在地 小慧是个热爱和平的孩子 不想使用武力 丽子正好赶了回来 并开了一枪 枪声惊动屋内其他人 所有人挡在小慧面前 仇恨地看着三人 拔枪相枪 丽子将他们赶了回去 静静地看向三人组 他认出了阿彩 阿彩自然也认出了丽子 便阻止了想要动手的美沙里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真正的坏人竟然是美沙里 对方还被当场揭穿身份 阿彩想起之前小梁一群人的反应 直接相信丽子 与美沙里打了起来 可惜有个猪队友阿笑放跑了美沙里 又把姐姐拦下 打伤了丽子 随后跟着画面为美沙里的卑妹虚走 丧尸群开始进攻村庄 小梁带着孩子们躲避 找到一个安全地方后 却发现有人没跟来 他赶紧出去找人 看到满手是血的小慧杀死一只丧尸 他赶紧跑到女孩身边抱住他 把自己的手帘交给他 让他在一旁躲起来 运去寻找其他人 却晚了一步 有一个孩子被丧尸咬伤 三个孩子中只有一个逃出来 小慧发现有丧尸过来赶紧逃跑 却被阿笑带着黑衣人包围 女孩胳膊上血色漫过 但看着小梁给他带上的手链 便不再动作 随后被阿笑打晕带走 另一边 小梁终于找到了锦盛的孩子 却震情地发现变成丧尸的前同伴 他哭着杀死了他们 血水在地上蔓延 小梁跪在地上内心十分痛苦 阿才扶着丽子赶来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卑媚须疯狂的笑声从一旁传来 看着眼前这一幕十分满意 大笑着带人离开 阿笑留在最后 给阿彩扔去一张纸条 打算等完成卑媚须的计划 复活父母 在与姐姐过平静的生活 实在是天真的过分啊 等阿彩追出去后 卑媚须等人已经不见踪影 他紧紧捏住妹妹留下的纸条 放到自己眼前 天亮了 村庄里的人一蹶不振 小梁给丽子包扎好伤口 看见阿彩背着大包走来 气得拿起了刀 丽子赶紧阻止了他 阿彩想了解小慧的情况 知道卑媚须为什么要抓他 他展开妹妹留下的纸条 那是一张地图 丽子需要照顾村庄里的孩子 阿彩便打算 单枪匹马去救人 他沿着地图一路前行 小梁偷偷摸摸跟在后面 被阿彩发现后 他死皮赖脸地跟上去 半路上一只丧尸突然扑了出来 压在废柴的小梁身上 阿彩三两下就把人救出来 小梁别扭地表示感谢后 问出最关心的问题 才了解到 寄血血脉 身上沾到的血越多 越容易迷失自我 比有不分 说着 阿彩就杀掉了 重新站起来的丧尸 另一边 背魅须带着小慧和阿笑也在前行 为了制作新药 两人的血都被取走了不少 而阿笑为了早点见到父母 更是主动地让人取血 阿彩和小梁一路赶路 终于抵达到了目的地 两人拔出武器 小心迈入屋子 里面却十分安静 只能听见脚步上 两人小心地来到二楼 再发现 房顶上有血滴到他的肩膀上 抬头一看 一只丧尸正趴在上顶 他躲闪不及 被跳下来的丧尸撞倒在地上 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小梁也被突如其来的状况 吓了一跳 跌倒在墙角 看着躺在地上的阿彩 他连忙上去呼唤 但扭曲着胳膊的丧尸 已经朝他走来 抓到他 按住就想咬 小梁努力挣脱对方的束缚 慌不择路往外逃 身后越来越多的丧尸 从两边出现 追着他而去 还有一只扑在阿彩的身上 血猪滴到他身上 他的血脉力量顿时被激发出来 阿彩推开身上的丧尸 又砍死了附近的 身体内热血滚烫 小梁却渐渐被丧尸包围 他赶紧吹哨 希望有人来救他 渐渐被尸群淹没了身形 阿彩听到烧声 连忙跑去救人 另一边 阿孝等人也来到了小楼内 被梅絮换上披风 黑气弥漫过后 他变回了丧尸的模样 脸色惨败 昏迷的小慧被取走了一袋血 便被被梅絮迫不及待地喝掉 阿彩终于找到小梁 他挥舞着刀 如同砍西瓜一般 斩杀着面前的丧尸 鲜血四溅 丧尸头颅掉地 纷纷挡下 阿彩身上也被溅了不少血 一阵响动后 小梁钻了出来 差点被阿彩斩杀 血猪从刀尖滴落 他身体内的血液 却奇异地平静下来 整栋楼只剩下最后一处 没有去过 贝美絮他们很有可能在那里 两人来到二楼的一个房间内 阿笑已经等在里面 面前的床上摆着父母的尸骨 他已经被洗脑 满脑子都是复活父母 为了拖延时间 姐妹俩打了起来 三把刀卡在一起 自知几斤几两的小梁 瑟瑟发抖地躲在一旁 没过一会儿 两个黑衣人跑来围攻阿彩 阿笑见状便去寻找贝美絮 阿彩本想飞出刀杀了两人 可惜对手太过于强大 刀都被接住 阿彩没了武器 只能赤手空拳 躲避黑衣人的攻击 小梁在一旁急得团团转 看见自己手中的刀 赶紧扔过去 阿彩连忙用披风接住 伤了离得最近的黑衣人 另一个举着刀冲过来 分身乏手的阿彩 只能眼睁睁看着 小梁飞扑过来空手接白刃 阿彩的身体出现了异变 白气冒出 身体也软软倒下 小梁连忙推开对面的黑衣人 扶着他离开 夜深了 昏迷的阿彩终于醒来 而他之所以会失去力量 是因为沾到了小梁的血 他能够削弱记写后翼 让他们平静下来 小惠子安也是记写后翼 曾经因沾到受血而发狂 所以 小梁就常陪在他身边 防止他迷失 因为阿彩身上还有伤 两人便多休息了一会儿 等到天亮 才继续去寻找悲美须一伙人 小梁听见奇怪的动静 两人便顺着伤一下去 来到一个地方 这里丧尸遍地 前方架着一个高台 悲美须便站在上面 闭着眼睛念动咒语 阿笑的身上顿时发出了光 小惠呢 却十分平静 女人疑惑地看着他 发现了小惠手腕上的手链 立刻将它破坏掉 没想到 阿彩和小梁已经来到这里 悲美须竟拉拢不了对方 便让手下丧尸们去围堵 两人浴血分战 悲美须再次念起咒语 阿笑和小惠的身上都发出了光 血液顺着管子流进药瓶里 心药炼成了 悲美须十分高兴 他马上就要长生不老了 兴奋地就要喝下时 阿笑却悄悄来到他身后 一刀砍了下去 却没想到 悲美须早有防备 阿笑砍的只是他的分身 前面的化成颗粒 他端着药来到阿笑身后 冷笑一声 叫人推下台子 阿笑完全没有察觉到 掉进了丧尸堆里 另一边 阿彩刚打完面前的丧尸 黑衣人们又围了上去 他手持双刀 大喊着杀掉面前的人群 而没有人阻止的悲美须 已经喝下了药 他的身体上方凝聚成一个鲜红的圈 在阿彩奋战时 小梁悄悄趴在地上朝台子出发 眼看转变就要完成 阿彩跳上台子与黑人打动 片片蓄影之后 他放下双刀 挑衅地勾了勾手指 斩杀了两人 但悲美须已经大喊着 恢复到年轻的样子 他高兴地笑起来 看着站在他面前的阿彩 取下袋子朝他挥了过去 阿彩连连躲避 小梁已经爬上了台子 看着昏迷不醒的小慧想要爬过去 却被悲美须一袋子抽到阿彩的身边 能力大增的悲美须不再需要寄血 他拿起一旁的铁钉板 便打算杀掉所有人 阿彩毫不畏惧地迎上去 小梁趁机脱走小慧 悲美须毫不在意地一边挡着阿彩 另一只手则挥出袋子席向他们 阿笑刚从丧尸堆爬上来 也被打倒在地 得偿所愿的悲美须与阿彩 再次缠斗在一起 对战十分激烈 谁也不让谁 但敌人太过强大 阿彩直接被打了下去 他大喊着再次冲了上去 又被打倒在地 小梁和阿笑努力地与下方的丧尸们对抗着 看到小慧终于醒来 小梁赶紧抱住他 却发现阿彩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他想起自己血液的功效 便下定决心在自己的身上滑了一刀 然后扑到悲美须的背后 虽然他被甩了出去 但最主要的任务已经完成 悲美须的力量逐渐减弱 气愤的他向小梁走去 打算杀掉小梁 小慧捡起刀 一刀扔进悲美须的身体内 却也被一袋子抽到 他虚弱地恳求阿彩 为小梁报仇 并将自己的血磨到他的脸上 顿时 阿彩身体内的血液沸腾起来 他大喊着发出强烈的光芒 白色羽毛飞起 四周上来的丧尸全部被灭掉 阿彩跳上台子 怒吼着 把刀捅进悲美须的身体 带着他往台子下跳去 然后提前落地 把刀竖起 插进对方的体内 血染红了身下 就这么不甘地死去了 一切终于了结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是《御解玫瑰》系列的第二部 世界观较上一部 稍微丰满一些 但打斗场景和血型场面 却不如上一部多 小伙伴们如果感兴趣 可以去看看原片 也可以给师姐推荐一些好看的电影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师姐和你下期再见